接下来请看今天的财经100秒 英国国家统计局公布 英国通货膨胀率2月份降到了0% 创下有记录以来最低点 官方统计显示 食品和计算机产品的价格下滑 促使通胀率在今年1月份降到了0.3% 由于市场和粮能源最大消耗 中国大陆令人失望的制造业数据 国际油价涨跌互件 中国大陆3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出值降至49.2 创始一个月以来的新低 日媒报道台湾鸿海入股投资 日本夏普的三年协商 即将在周五到期 由于双方都有意愿继续洽谈合作事宜 两公司预计在展颜协商一年 科技巨播谷歌向华尔街借降 挖角摩根史丹利的女财务长布拉特 担任下任大掌柜 波拉特任职大摩超过25年 分析是指出 谷歌最近一记的获利落后脸书和苹果 只要多一些财政纪律 谷歌就会更少一层楼 新台电视这里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